星星溫溫 星星紅紅 十天來這裡 都沒多久 87歲賣菜的綠星老翁 坐在彰化鹿港第一市場賣菜 最近意外多了不少的客人 前來捧場買菜 不然要怎樣 我這裡拿店的怎樣 部分上面的客人 網路上看了一張照片 老人孤單的身影 坐在菜市場賣菜 滿臉風霜 讓人心疼 而拍照的是一名 航空公司的空姐 希望大家幫幫忙 賣菜老翁 一張賣菜翁的照片 拍照的跟被拍的主角 意外都爆紅 就是靠著這支手機 喜歡走訪全台 拍下社會角落任何人事物 她是擔任航空公司的空姐 令嘉峰 因為不只拍賣菜老翁 號召空姐同事上山下海 發起拍攝年利義賣 林嘉峰擔任航空公司空姐 也是副事務長 四年來將年利義賣 所得資助兒福聯盟 募款三百萬元 同事非常漂亮 台灣有很多的景點 也很漂亮 然後希望可以讓大家 可以看到更多 這樣台灣那麼漂亮的地方 而被他拍攝的賣菜老翁 雖然家境不算辛苦 但因為他的舉動 也的確有網友看了 專程去捧場買菜 讓老人家能夠提早賣完 回家休息 透過網路一張照片 散佈愛心的空姐林嘉峰 也難怪被網友稱為 再次見到